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相信大家一定十分关注 观塘K7项目 即是遇民方重建的整个情况 因为市建局真的出现了偷龙转捧的情况 阿姐 当年是怎样做社区咨询的? 当年是2007年 正好用了两年时间 四次咨询 广泛听市民和区域的意见 在这个程中 我们大家都收到同一的信息 希望一个一直被基层在树买饮的地方 烧烟的地方 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我们希望设计和规划上做这些部分 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它是做一些 用绿色的一层层下来的一些公园 另外有喷水池 有小罗马港厂 最重要是做一些小店铺 给我们基层的卖东西 和基层的消费 非常之有设计 这次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样 这次设计的改动 董事会未有详细讨论 所以我会建议市建局的董事会 日后是要全面检讨我们这个咨询的过程 亦都要充分咨询地区里面前者的意见 我们看到一定要尊重我们原本的设计 即是要改动 但如果你要做足咨询 你才可以这么大规模的改动 所以我们工联会的团体 会继续密切关注这件事 包括承规会表达我们的意见 以及会去下社区做咨询 我们务求将这个K7项目 可以回复以前御民方的风鸣 没错 这次设计就是变化表达我们的咨询 我今天不知道 有什么好传奇 有 Barkman 在那边 很信任 那1个视频 它的写真就是